狗狗看到的世界 無論色彩或清晰度都跟我們不同 你兩姊妹嘗試由狗狗的視覺畫了一幅給狗看的話 我跟牠出到牠郊外的時候 如果太陽曬 牠就會蒙起雙眼 很殘眼 我想牠會看到光 如果反光的話 牠好像在草地上有些星星 我這樣想 我覺得舒服一點 我覺得開心一點 牠每天都可能看到地上閃亮亮 人看到的風景是這樣 狗看到的可能是這樣 我覺得牠會看到的影像 因為牠很喜歡吃東西 在任何東西放在牠面前 牠都覺得可以吃 我會想 牠看到一塊塊石頭 會不會覺得一塊塊骨 在牠面前 兩姊妹自小就一起學畫畫 長大之後還一起養狗 原來妹妹Varie曾經怕狗 全靠姐姐Joey幫牠克服 我記得牠站在牠的一個角 牠牠牠牠牠著我的手 經過牠 其實牠到你沒有 長大之後 各自養了貴婦狗和波士頓緊犬 平時受給外犬做畫畫的主角 原本是做老師的Joey 更加持去了任職多年的教師工作 希望可以創作繪本 追尋小時候埋下的繪畫夢 因為我自己相信每個人 小時候都應該本能 本性上喜歡小動物 我希望自己的繪本 可以有少少觸碰到牠們的心靈 令牠們都會覺得 對呀 其實我們都是愛小動物 甚至是一些被遺棄 可能是流浪狗 但也對牠們有善良的心 那狗仔看到這幅畫 又不知道有什麼反應呢 我試過擺在牠面前 牠看著 然後就不理 所以可能是失敗了 這就是要海角的 就是會遺棄 萬一隊伍 那你現在有什麼 你會遺棄 不然